Lio聊四季 天天留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不利甸人對上賽特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大好不利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 選擇的文明是不利甸人 不利甸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米養的速度非常快速 這個效果讓他可以到17P 或是18P 極速上風電時代 然後打這個棒棒 或是打這個肉碼開局 都是相當適合的 那不利甸常攻兵呢 後期射程可以高達12 射程非常的遠 那他的騎士呢 雖然是沒有品種 但是他有三級馬卡 這個效果讓他扛住戰毛兵的傷害 非常好用 所以不利甸的工兵克星 戰毛兵 也可以用這個肉碼 或是騎士去壓制住 那不利甸的槍兵也是全滿的 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所以對我來說 不利甸人他還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那不利甸人呢 他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搭配長攻 還有投石車 還有這個步兵為主的文明 那他後期呢 這個戰狼科技 可以取代火炮 當自己的巨型投石機 對於不動單位 增加99%的命中率 而且會變成落彈範圍 變成很廣的一個巨型投石精 會有這個爆炸範圍傷害 那他城市中心的造價也是特別便宜的 木材的話只需要半價而已 好接下來看一下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這邊的話 是伐木速度非常快速 步兵的移動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那工程器的攻擊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血量上呢也是最多血量的工程器文明 所以賽爾特人擁有非常多的 最快的稱號 那他的金冠技術點下之後 血量才會加成 這點需要注意 那賽爾特人的步兵呢 移動速度也是特別快的 所以他後期很適合拿這個鬆爛武士 取代騎士來用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這個地圖跟配置 那我們先看到賽爾特人呢 黃金在下方 武士在上方 黃金在左邊跟右邊 還行喔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也是三片墓區 那伯列典這邊好像也是差不多 黃金的地方也是跟賽爾特差不多的一個狀況 他這邊會比較麻煩是黃金在前方 這也是 可能要大圍一點 才有可能圍得比較安全 小圍的話是不太好防守到的 這樣如果小圍的話 就會有點難防守 不如就直接大圍 這樣圍一圍 這裡圍上去 然後這裡圍過來 這裡圍過來 就差不多 也可以這樣子圍 那伯列典人他這邊的打法 看起來是要來打棒棒 這個時間點去放下了軍 軍銀 然後要直接按棒棒嗎 還是要先點時代升級呢 看起來是他是要先點時代升級 再按棒棒的流程 OK 沒有問題 那賽爾特這邊也是打一個極速 他這邊是打一個十七匹棒棒 好吧 十七兵封建上去 還沒有打棒棒 棒棒是伯列典打的 那賽爾特這邊也有可能會打漏馬開局 或是工兵開局都很適合 最近賽爾特人的伐木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他城堡時代或封建時代打工兵 還可以接受 到地獄時代還是要走步兵跟工程器為主 會更適合一點 好這邊三隻棒棒過來 副下來是漏馬 而不是工兵開局 因為沒有挖黃金 這邊過來圍一下 這邊可以高打第一秀一下 把殘血拉走 兩隻去打 稍微操作一下對手 OK操作完畢 這個賽爾特人的細節處理很厲害 那我記得他們這個戰隊 好像是打團戰比較偏多一點 但單挑似乎也不弱 畢竟 斯基里果的單挑跟團戰 是不一樣的遊戲 但這些團戰玩家來打單挑 其實也不會弱到哪裡 甚至也有一定的觀念跟實力在 好那雷典果然是選擇了一個大尾 那這邊圍架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大尾一定要配槍兵 不然你的村民很容易被洛馬給抓掉 那他這邊細節都有做到 槍兵都有一直去保護蓋圍牆的村 這一點的話要稍微補充一下 就最近在看RP的時候發現 新手們不太會用這個槍兵去保護蓋圍牆的村民 我就直接拉村民去蓋圍牆 然後常常就遇到這個村民被抓掉的問題 這件事情感覺可以在影片上面 多多補充一下 讓大家有個質疑點 圍牆就是要帶槍兵 那如果對方是弓兵開的話 那你就帶毛兵 以此類推 那看起來賽爾特人沒有打算要開戰 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起來兩邊都是一個開農旗 會有大動作的感覺 那布列甸這邊也沒有就去按這個弓兵喔 再往前補了 這稍微有點斷了 好補下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繼續按弓兵嗎 喔唷 那這邊佩金配的非常多 那這個佩金量 待會上城堡時代 也可以轉單馬就 或是雙射箭場 的一個打法 那馬就的話就是城堡時代初起 初點騎士喔 也可以壓制對手的毛兵 所以布列甸 城堡時代初起 打騎士配工兵喔 也是蠻常見的 哎呀 這一坨工兵直接撞到毛兵上啦 全部送光了 賽爾特人這一波 算了一些 讓對方出兵的壓力喔 會更大一點 好 自己的肉馬也是送的差不多 那布列甸這邊開始挖石頭囉 上億人開挖 那布列甸的3TC喔 開下去的 木材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城鎮中心的木材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 他只要再補一個伐木場 再多一點點的木頭 就可以開城鎮中心了 讓他這邊開3TC的壓力更小 但他這邊讓對手 補了一個頭石車跟弩炮 讓他開3TC的速度更慢一點 那這就是賽爾特想要獲得的效果 用一些毛病喔 去騙對方出工程器 去防守 然後結果自己不進攻 自己在家裡開心喔 唉唷 這邊居然來蓋城堡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弩炮在前方 然後有大約 17村來前線蓋堡 後面的頭石車第一時間被抓掉 賽爾特出了5隻騎士 抓掉弩炮也是問題不大 那第一時間抓掉是工程器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攻擊村民 村民現在還有很多數量 還在蓋城堡 這根堡應該是能蓋得起來 最後剩下幾村呢 還有10村 OK趕快收進去 這邊收進去之後 不列爹人了 就可以在這邊 城堡的範圍內 一出殘攻兵 開始潛壓敵人 即使對方有騎士也沒關係 他騎士過來 你就退守到這個城堡下方 讓這個城堡幫你輸出 而且這邊早早就點下了彈道學 這樣城堡的射的整度也不會太歪 賽爾特人知道自己被壓寶了 現在沒有辦法用這些兵去反制回去 反而選擇使用自己的騎士跟戰馬兵去壓制敵人 看可不可以賺到一些村民 就是相當正確的決定 當你被壓寶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趕快把這個兵也往前壓 下方補禮跟城堡 想要阻止對手的村民入侵進來 他其實也可以從上面進去 但他可能覺得要先拆一下這個馬舅 看他現在蓋城堡 左端放棄 上方這裡用士忌跟城門 給圍了起來 跑到家裡圍死 但也可以看看情況 要不要在家裡補下一根城堡 去做防守 應該這個高地可以守住自己的屬金 好 後方的奴兵 中午被抓掉了 四隻奴兵中午收掉 這裡農田可以安心傻 那現在賽爾特人遇到這種壓寶戰術 最好的方法就是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那補列甸這邊的策略 就是要趕快把賽爾特人的田全部拆除 好 那賽爾特這邊有把細節做好 把這些農田全部刪除掉 讓對方沒辦法獲得這些農田 畢竟是帝帝國的田 你是可以搶毒敵人的 好 這裡有補禮跟寶 補列甸這邊是怎樣 上一人挖石頭 好 這裡有黃金 再撐著東西給射 上面的伏列甸城堡 繼續蓋起來 正面再蓋一個 連環空田 一直被空田的情況下 就要趕快把更多的農田給刪除掉 然後往後繼續散 那前方的城堡就是最後的防線 那賽爾特人現在石頭已經斷掉了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繼續蓋城堡了 欸 帝王時代趕快補一下 補在前方的位置稍微有點危險 但至少不會被射到海性 畢竟對方這麼多城堡 是很難去 出帝王時代巨星球時機的 好 這邊常攻兵過來 幫忙射擊 後方的戰毛兵 那這邊一定要去死守 因為這邊城堡蓋起來的話 才有機會阻止自己的城堡中心 升到帝王時代 這邊壓力很大 昆明能夠蓋好這根堡嗎 可以 蓋得相當極限 這些常攻兵也是直接撤退 好 先射後方的常攻 射掉了一些數量 好 這邊開始暗刺暴兵 現在賽爾特人 帝王時代升上去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現在後方的兵地 基本上不太能守住 這一坨20隻的常攻 這20隻常攻是一發一隻松藍武士的 就是這麼的痛 而且連戰毛兵也快擋不住 因為數量太多了 好 這邊吃暴兵繼續按 然後補了一些衝車 但下方這邊的村民又被追殺 有點尷尬 哇 賽爾特人這邊村民死傷慘重 但剛剛這些騎士也是抓到了一些村民 讓不列甸的經濟稍微受到了一點損傷 通人數依舊是賽爾特這邊領先 這邊是連續蓋了五根堡 哇 34分鐘五根城堡 OK 賽爾特人終於順利升到了帝王時代 巨型頭11可以開始亮閃起來 好 後方常攻再稍微繞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繞蛋的村民 現在常攻兵 控住這些農田 就是他最大的作用 所以其實也不用再去追逐村民 但還是覺得還是稍微要去追一下會比較好 就把一些常攻放在這些農田 控住這一塊地區 然後到處去控住田 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升到帝王時代的賽爾特人 是比較不用擔心自己沒有空地可以用 畢竟只要城堡拆除掉了 常攻兵安全地方就很少 哇 這邊常攻兵抓到了非常多賽爾特人的村民 村民術已經跟伯列店持平了 伯列店常攻兵來到了40隻的數量 非常的可觀 這邊集結點好像沒有射好 村民一直在亂跑 上下方都有巨型頭11在拆除 剛剛出現的城堡 那中間這根城堡也掉的話 伯列店就只剩下最後一根城堡囉 待會要亮場常攻兵就會很困難 那伯列店現在要反制巨型頭11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用常攻兵 不用射程優勢去射掉巨型頭11 所以現在如果要去解掉巨頭的話 一定要轉這個衝車才行 不然就是用常攻點掉 這邊控的差不多 已經沒有村民在附近了 左邊再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但是巨型頭11這邊有看到 快來拆一下 那賽爾特這邊的戰毛兵繼續控住黃金 上方騎士也有在控 下方這邊常攻兵居然抓到種田的村民 這裡總共有九片田 直接被抓包 但這時候賽爾特人補下了步兵的鎧甲 轉的是松蘭武士 不是戰毛兵喔 那我覺得松蘭武士不錯 在至少要等到這個三級板甲出來之後 才會比較能擋住常攻兵的傷害 還好這邊常攻兵都開始分散開了 果然去控農鐵了 往上控 後方的常攻兵也是想要控到更大的範圍 沒想到賽爾特人還是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去解掉這些常攻兵 OK解掉常攻的地方 松蘭武士 繼續追 農田的話可以讓更多村民去種田 這裡的農田終於搶了回來 重新復根 左邊這根城堡修了很久 迫雷點人的石頭剩下不到650 這根城堡如果掉的話 最後一珠就在這裡 但是常攻兵現在還沒有想要聚集起來的意思 還是一樣在瘋狂控農田 三級板甲還沒有點 所以被射還是有點痛 下方的常攻解完了 換剩下上方的而已了 左邊城堡終於拿下 這邊還修理一下城鎮中心 繼續用這個城鎮中心農了下去 左邊的部分並沒有再繼續擴張起來 農田也沒有繼續灑 柏雷點人這邊斷村斷的有點誇張 聰明都沒有在做事 那柏雷點這時候也點下了帝王十代 塞爾特人這邊 鬆蘭武士三級的板甲也還沒有辦法點 現在在專心復根農田 好這波包夾看一下 六隻長弓 被包夾打帶跑可能有點困難 好但回到城堡下方就沒有問題了 OK 鬆蘭武士只能撤退 好看到左邊的城堡 拿了一個巨型頭司機過來開拆 還是要從下面呢 好上方這片田先趕快拿回來 巨型一波鬆蘭武士 包夾一波 長歐兵 應該是逃不掉了 哇打長弓好痛啊 這就是鬆蘭武士的優點 傷害特別的高 天生就有11點 金瑞是14點 直接加3攻 跟遊俠的傷害也是一樣的 這就是鬆蘭武士最可怕的地方 跑得快傷害也高 基本上跟遊俠是差不多的 傷害 而且造價還比遊俠便宜 雖然移動速度比遊俠慢了一點點 但其實也沒到非常慢 好 塞爾特人再去補下3級的步兵反甲 開始把經濟回歸起來 圖練典人這時候終於升到了帝王師代 但這根城堡可能要失守了 好下方的長弓 想要來解掉這台巨型頭C 但是鬆蘭武士過來營救 場邊看到只能選擇逃跑 好退回城堡下 應該就還行 好 鬆蘭武士選擇撤退 家裡後方的騎士還在偷砍 哇 這邊不知道偷砍幾隻咧 看一下這兩隻 這裡8隻 這裡9隻 哇靠 將近砍了快20村啊 圍列典居然沒有發現 家裡一直被騎士砍的問題 這邊戰王兵還是沒有解掉 好 這時候鬆蘭武士點下了精隊 還有下槍兵的升級 這一坨長弓想要逃 但應該也是沒機會 直接包掉 這一坨長弓 能夠拯救世界嗎 好 這時候已經補下精銳的 鬆蘭武士 傷害來到了14加1 傷害沒有滿 布列典補下了弓兵鎧甲 好 這邊看到有村民 再鎖射一下 好 巨型頭刺機全部到下方一起行動 開始要來拆除巨型頭刺機 這邊被射掉了幾村 收村一下 好 布列典補下了長弓兵金瑞子升級 好 三弓三防 三防沒有點 怕拳已經點了 這樣基本上傷害是全滿的布列典 但義勇騎兵也沒有點 所以射程還是會少了一點 只有11點射程 好 這邊想要把長弓兵引出來 當然他其實不是要引出來 他在爭取時間 只要再跟城堡掉了 長弓兵就沒有地方可以躲 而且很容易被包夾 當然我是直接往前 也不管你 到底有多少的長弓 砍就對了 這邊砍掉了非常多的長弓 長弓直接損失殆盡 前方的騎士 出來可能也是無事與補 好 打出了GG 哇 射程武士最後果然拯救了世界 那這一場的重點 真的是在遇到這種不列典 插寶流 長弓啊 城堡一直往前壓 農田就是一直往後打 讓你可以順利升到帝王時代 轉出巨型頭時機 你就贏了一半了 剩下的長弓兵呢 可以用這個戰毛兵啊 或射程武士 都可以解掉了 那這當然也是需要一點經驗 那對方像是一整坨躲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三級的板甲 然後需要更多的鬆爛武士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薩爾特這邊的分析非常準確 對方只要一散開來 鬆爛武士就可以各個擊破 或者這個快速解掉長弓兵的機會 那無列典這邊的一個戰術 也算是我蠻推薦的一個戰術 直接挖石頭去壓對方保 這個打法算是蠻適用的 打1500分左右的玩家 還算是可以用 而且勝率也是蠻高的 但是只要遇到像賽爾特人 這麼會玩的玩家 他就知道該怎麼反擊回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賽爾特人拿到了 58000的支援貨物 總共也快1萬4了 那KD方面則是不列列拿到1.25 賽爾特只是0.8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